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8月18日 禮拜日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講講何太 何伯事件 據報日前何太很生氣 說要講何伯出街睡 不過何伯扭機 打死也要跟著何太 最新的發展如何 據報話說何伯的地位急降壓 被何太禁止出鏡 厲害 說最新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何伯都在說非常可憐 不過有網友都罵他不抵可憐 因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最新的進展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何太罵完何伯 叫他出街睡過後再直播 不過不准老公 即是不准何伯再出鏡 何伯淪圍 倒茶地水 地位急降 報到驚內文就提到 兩人 連月來都被受網友熱烈討論 甚至成為網絡紅人 何伯就被網友批評是 色色老懵懂 何太就被批評貪錢 不過兩人無懼大家的負評 更加不止一次 開直播 和網民互動 兼大曬恩愛 不過近期何太 多次在直播中罵何伯 把他自己一手打造的言妻形象徹底撕破 前日何太直播的時候 激動罵何伯 竟然向網民透露自己的行蹤 並揚言 你再這樣的話 就和我出街睡 我忍不住你 亦都問你是三歲 你就來八十歲 都是禁死蠢 你以前怎賺食 你是吃屎的 罵得相當凶狠 何太罵完何伯過後 第二天就繼續如常直播 不過就開始直接不讓何伯出鏡 只有何太 一個人做直播 何伯做甚麼呢 就淪為針茶遞水 話說 日前的直播當中 何伯全程都沒有露過面 時間長達2小時2分鐘的直播 他都不能出鏡 直到何太直播到差不多的時間 何伯的手才有機會出鏡 他將一杯水遞給何太 等待何太喝完後 就將水杯收走 何太又表示 親自去報警 舉報黑粉的惡行 何太又表示 親自去報警 舉報黑粉的惡行 就說 我希望你們得到法律的制裁 每一次都是的 每一次我知道你們搞了哪些粉 我就會去做事 去報警 因為我手上有很多你們的罪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何太 何伯事件 何太已經開到口了 要說何伯出街 不過最新的直播當中 何伯依然在 不過不能出鏡 兼且要做針茶遞水的工作 看來是否正在實習做管家 因為之前何太曾經說過 想著嫁去美國 何伯可以做管家 現在真是如月以上 何伯在後面就服侍何太 因為何伯都知道 如果現在走了 什麼都沒有 一來沒有了老婆 二來四百多萬的積蓄又沒有了 對何太來說 其實他最重要 看來想追回那四百多萬的積蓄 說到好像是他那樣 最新情況 何伯並沒有出鏡 因為何太不讓他出鏡 覺得他每次都說錯話 暴露自己的行蹤 另外何太就說 近期是繼續報警 去舉報那些黑粉的惡行 不過其實日前 何太自己才會惹上新的官非 因為他竟然入了商場的女次做直播 未知這件事有沒有下文 其實算上公屋那邊被人追擊 再加上何太接連的失誤 看來何太現在都是窮途末路的情況 現在何伯都沒辦法 唯有只能跟著何太 因為如果不跟何太的話 睡街了 因為沒有地方收容 子女又不理他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沙田匿源街市魚檔 遭到爆竊 不見了超過5000元 警方追緝殺人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8月18號上午9點多 警方接報沙田匿源街市一間魚檔 遭人爆竊 損失5900元現金 老闆張先生表示 日前8月17號晚上7點左右關門下班 離開前拉上半閘 怎知今早清晨5點多開店 就發現冰櫃裏面5900元的貨款不逆而非 於是報警求助 他就說如當開業至今8年 從來未試過被人爆竊 就說正常收工全部閘關封鎖 應該沒得進來 另外被問到刑人為何會知道那些錢放於冰櫃 他坦然 真的不知道 很神奇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是否屬人所為呢 不知 另外近期爆竊 年年就連這些魚檔都被爆竊 不見了近5000元 各位網友多加保管號 即財物安全 近期爆竊案非常多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埔校園小賣部時薪多少錢 請這個一腳踢的店務員 網民就說這個價位真的很難見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了 話說Facebook群組大埔近日有匿名人士 以好高人工為題 轉載了一段區內的校園小賣部 幾乎一腳踢的店務員的招聘廣告 回應的網友都聚焦於職位的時薪之上 廣告列明 店務員的上班時間是星期一至五 早上七點半至下午兩點 跟學校的假期而放假 另外是有薪的勞工假期等等 出糧的方式是銀行過數 職責包括銷售 製作食品 清潔等等 時薪五十元起 有意的話 可以向店長接客 以工作六個半鐘頭來計 日薪是三百二十五元 根據勞工處的資料 本港法定最低工資 在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 由2023年5月1日開始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到每小時40元 50元時薪雖然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不過回應的網友大多數認為 集銷售 製作食品 清潔於一身 職位時薪仍然過低 有人直接批評 賤價請人 亦有網友串他 說這間學校的小賣部不在大埔 而薪金是堅離地城 有網友提醒 聘請廣告不是給你們看的 有人更加自爆自己的求職和工作經驗 說50元到打電話去問的時間就45元 還要看店長是不是很進取的 以前曾經做過一間 心算又要聰明 收錢又要收得快 白紙已經不停手這樣做 還是覺得我是企鵝 即是說我不懂做事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最新的熱話之一 據報大埔校園小賣部50元一個小時 請電務員 不過一腳踢的 又要銷售 又要整夜射 又要做清潔 整間東西包辦 一腳踢50元時薪 行不行 結果網友大多數認為是賤價請人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新蒲崗派對房間的男士應遭到圍偶 疑似代客跌東西惹禍禍 說警方在查天眼插控 內文提到 今早8月18日新蒲崗五方街 一間公廈單位派對房間發生襲擊案 19歲姓黃的男士應被惡客用利刀架頸 除後更加被陸人帶入另一間細房拳打腳踢 警方經調查後 雙上事件因爲瑟事而引起 當時姓黃的男子和一名金毛的男顧客 因爲東西掉落地下而爭執 結果他就預責被惡偶 到今天下午1時 探員返回公下翻查閉路電視 正在追測六名而空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用不用呢 那麽說的是那個侍應跟那個顧客 因爲有件事跌落地下 不知什麽 結果相關的侍應被人圍偶 當中出了刀 用刀架在那個男侍應的頸上 並自稱三合會成員 警方正在追測相關的人等 未知何時抓到人 這麼惡 估計後果是非常慘的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